美国总统威胁要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,然后持续这一行动。 在伊朗最近的挑衅行动之后,一些它自己党派的成员要求采取某种行动,迫使伊朗必须降低右脑部以达至他们同意的限度。 总统今晚同意采取行动,打击伊朗。 你认为政府仍然在讨论这个议题吗? 我认为他们已经重新提议,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。 如果威斯曼他们现在愚蠢地低估总统会再次做出一些事情,我虽然认为这些事情并不迫在眉睫,但是我还是认为很尴尬。 如果他们最终今晚达成了一致协议,那将是一个惊喜。 你是否感到意外,总统根据他的判断,在最后发现了潜在的伤亡,而不是在刚开始时呢? 是的,很意外。 到底打还是不打,我们也不清楚。 我们时常会这样,你知道吗? 我从没有像总统这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,这样会产生麻烦的,非常的麻烦。 你不知道你肩膀上担负的是怎样的责任? 这个数字可能会给你带来干扰,总统有权利在起飞过程中,在攻击过程中叫停。 不幸的是,今天在公众面前这样显示,那么公众会认为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应该做,认为之前要实施打击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 那么今后,我们将面临同样的可能,认为本应该做的事情被认为是不应该的。 而且我认为在将来,如果有人攻击美国军队,我们必定会失败。 我认为空中导弹基地可能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。 如果奥巴马取消一次军事打击活动,媒体会站在奥巴马一边,给他授予诺贝尔和平奖,而川普却被媒体批评。 你是否认为作为共和党,这个总统已经渐渐失去了信任? 他应该小心地去考虑问题,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多种媒体在攻击他不可信的情况下,他应该慎重地决定,而不是很快地否认他自己的决定吗? 是的,很搞笑,因为我还是反对总统的决定。 这么说吧,那些声称川普总统是战争贩子,要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了,并且说他是不能信任的人。 约翰·博尔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,他们也没有表示庆祝。 那么我一贯认为,保持一致才是应该选择的态度。 我不同意这个决定,我认为总统会使用军事力量,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。 处理事情不能有两种态度,两种态度会令人很吃惊。 另外,顺便说一句,当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红线上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,他们也产生了庆祝,他们不一致。 这是总统先生自己有关军事行动的质疑的回答,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。 美国不会受到核讹诈的挟持,我们不会允许美国城市受到破坏的威胁,我们不会允许一个政权让美国有机会死亡,与获得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。 今天的行动发出了一个关键信息,美国不再制造空洞的威胁,当我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,我一定恪守承诺。 这是不是让你今晚表达了一些失望的原因? 是的,我认为摆脱威胁和武是正确的,伊朗现在正在被抨击,总统没有制定程序,所以我认为他不会退出承诺。 我认为伊朗人必须付出代价,如果你击落一架,可能有人在上面的飞机,他们可能会误或者错误地标记这个飞机的大小或者是价格, 比如说2.6亿美元,这对你来说是不必要的,那是你的损失。 如果他们认为总统会做这样的事情,如果他们应该做任何其他的事情,那么我们会有压力。 我认为总统的压力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,以至于他会有一种反应。 也许这种反应相比反律之下会显得很苍白。 很有趣,最后一个问题,那么总统今天在那里提出。